的袋子堆叠在磅衬上 菲律宾马尼拉近郊的巴亚南村 从六月开始推出塑胶换大米活动 49岁的多洛里科 是集体响应的村民之一 四个孩子的他 先生是拉人力车的 一公斤大米 30到40菲律宾披索 约17到23块台币 负担不算小 村长很有心想帮助贫穷民众 又能兼顾环保 村长说光是八月份 就收集了200多公斤的塑胶垃圾 他希望能吸引更多家庭参与 这也代表着当地环境会越来越干净 根据环保团体 海洋保育与麦肯锡商业环境中心的报告 菲律宾是海洋塑胶垃圾制造大国之一 很多厂商为了减少处理成本 把垃圾丢到路边或排水沟 暴雨冲刷就漂流到河川或海里 如何加强环保观念是一大挑战 带新闻理方编译 在美国慈济带医疗车巡回各大城镇 这一次抵达了加州的圣地牙哥市 免费提供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 包括了牙科以及眼科